我覺得女孩子做事情 也是會有一些歪理 像我老婆剛結婚的時候 她說家裡除了蚊子之外 我們家裡好像沒有其他的生物 她說那我們養個寵物吧 然後我們就去寵物店看 看那小倉鼠在跑跑跑 很可愛嘛 在那邊玩啊 那我們會咬個倉鼠嗎 我說買回去誰照顧 她說 我會照顧啊 我會為她飼料啊 幫她清理他們的窩啊 我說好 那買回去 她玩個兩三天就丟在那裡了 然後每天回來說 老公妳那個倉鼠為了妳 妳那個他們窩清了沒 然後我就開始 三天之後就開始我在暈清 妳知道倉鼠多會生啊 一個月之後開始生了一窩 好可怕 八隻喔 就好多 真是紅紅的 然後她說 她說 好害怕喔 妳去照顧他們 我就每一隻 每天都在那邊餵那個小倉鼠 妳知道嗎 倉鼠跟細胞分裂一樣 倉鼠 二生四 四生八 對 就是傳銷嘛對不對 就一直分店 一直分店 雙鬼字 雙鬼字妳知道嗎 以前叫老鼠味 沒多久 你就變藍鑽了 然後 然後就生了一窩 慢慢養大之後呢 我們家一堆老鼠 他們說不行 不行 妳也不照顧 那我一個人要照顧幾十隻 那哪受得了啊 那開始打電話問 妳們家有沒有養藏鼠啊 他說不要啦 養藏鼠 我們還要去買 買飼料箱 買什麼 麻煩啊 我開始買一堆飼料箱 開始搭配兩隻 兩隻 送一個藏鼠 到處送 然後他都不管啊 這個是 不是 我跟你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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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這天天 天天發生的 我跟你講 我帶他們 母子倆去外面吃飯 然後吃完旁邊有那個生鮮超市 他說家裡沒雞蛋 然後我們進去 然後 那去生鮮超市之前呢 旁邊是寵物店 他跟我兒子 手牽手進去逛一逛 這是 10分鐘出來爆了兩隻雞 這是雞 他出來 這個雞會生蛋耶 你看 那個雞長得像 他不會下蛋 對啊 怎麼那麼小子 雞會下蛋每次兩隻 沒有 它是爐丁雞 爐丁雞 也會下一顆殺蛋 然後它很會下蛋 它是下蛋裡面的戰鬥雞 它每天都下蛋 你看它小小的 它每天下一顆蛋 那蛋是可以吃的那一種 對 是可以吃的鞍春蛋啊 而且它 這也很便宜啊 不到兩百塊 你有再養嗎 有啊 問題不是不是甜不便宜啊 你去買個 買盒雞蛋出來 結果我帶兩隻雞回來了 對啊 你好餓 然後說以後我都吃這個 我從根本上 解決了我們家的吃蛋問題 你好瘋喔 你就不要哪一天 遇到蛋價上漲的時候 你就要謝謝李欣 你就要謝謝我了 那麼小顆夠 不夠 你家吃嗎 這麼小顆 養了兩隻 我跟你說那個龍幾一千塊 然後飼料幾百塊 還有鋪在地上那個 他們那個清潔的東西 也是好幾百塊 而且那個大便 每天要換耶 那個很臭啊 還好要在陽台上 放了兩千塊回來 我兩千塊可以買多少蛋 對啊 我還要每天在欺那些大便 不一樣 不一樣 好累喔 這是樂趣 雞大便你會嫌反對不對 千萬不要嫌反 那個 因為你如果不小心 螃蟹加柿子 我會送去你家給你 因為你沒有愛吃螃蟹 那不小心 你吃到柿子的時候 雞子白拿來解決 那不好用耶 現在你要找雞子白 也找不到 對啊 對 你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看看忠祝 為... 打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